接下來我們要改變的東西是 壓力 壓力通常是對氣體來說的 氣體會比較明顯的壓力的狀況 如果我增加壓力 就會朝減少壓力的方向進行 如果我減少壓力 就會朝增加壓力的方向進行 我們前面上那時候有帶過 氣體的壓力如果要增加了什麼方法 方法一 物質多一點 氣體多一點 壓力會大一點 方法二 體積小一點 方法三 溫度高一點 那麼這邊我們通常就是量多一點或者是少一點 如果我減少壓力 我希望它增加 那我就朝那個氣體會變多的地方 如果我增加壓力 我希望它減少 它就朝那個氣體會變得比較少的地方 那麼這邊呢都是氣體 就是我們講過的哈伯法治安 氫氣加氫氣會產生氨 這都是氣體 那於是乎 如果我增加壓力 如果我增加壓力 反應會朝左還是會朝右 我增加壓力 反應會朝左還是朝右 對 好 26 反應朝右 怎麼做 反應朝右 怎麼做 左邊一個氫加三個氮有四個氣體 右邊只有2NH3兩個氣體 所以右邊的氣體少 所以朝右進行 然後加速生成氨 這也很正常啊 所以你記得哈伯法治安要怎麼樣 高溫高壓 高壓會有利它的氨的生成 那麼所以呢 如果我降低壓力呢 降低壓力就會反應就會朝哪一邊進行呢 反應降低壓力就會朝哪一邊進行呢 左邊 P5號 No.5 P5號 左邊 左邊 P5號 P5號 這樣子的壓力就要朝增加壓力的方向進行 就是要讓氣體的數目會變得比較多 左邊的數目比較多 1加3有四個 所以呢 就朝左進行 就會使得加速 讓我們的氨呢 分解成氫跟氮 這又是壓力的改變 通常是對氣體的反應來說的 那麼還可以怎麼樣呢 再來 我們還可以改變溫度 增加溫度 或者降低溫度 那這個顏色請你備好 第一個是我們備過的二氧化彈 二氧化彈紅棕色 後面有一個四氧化熱彈無色 然後呢 這是一個放熱反應 所以如果我增加溫度 就是熱多一點 就會倒過來朝吸熱的反應進行 如果我降低或是放熱放多 我就會朝吸 就是 溫度如果加 溫度它降低要變少了 我就讓它多 溫度讓它變高 所以我就要朝放熱反應方向進行 好就是改變溫度的 前進的方向 於是乎就請問你 這個 如果提高溫度 這個反應如果提高溫度 反應會朝哪一個方向進行 左邊 三一 右邊進行 左邊啊 因為你提高溫度 提高溫度 就是熱多嘛 你右邊有熱 熱多了 多了要怎樣 送給人家嘛 取有餘補 不足 水網 低促流嘛 所以就往左邊走 往左邊走 無色會變成什麼顏色 紅棕色 它顏色會變深還是會變淺 那麼反之如果降低溫度呢 降低溫度 剛才那位大哥再起來一次吧 右邊 右邊 起立 讓我可以看到你 右邊進行 右邊進行 請坐 左邊啊 壓力 因為這都是氣體 這都是氣體 所以呢 氣體的反應 我可以考壓力的變化 所以你可以回家自己想想看 這題如果增加壓力 反應要朝左還是朝右 如果降低壓力 反應要朝左還是朝右 回去想想看 因為這個是氣體的反應 也可以用壓力 最後一個叫做催化劑 我們前面教過催化劑 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催化劑 有參加反應 但是沒有改變自己 然後我們在看了影片中說 它改變了反應的路徑 因此加入催化劑也會改變平衡 按反應的速率發生改變 可是 它是同時改變了正反應速率 也改變了逆反應速率 而且改變的幅度是一樣的 所以 總和的就叫做 沒變 沒變 所以加入催化劑 就總和的結果是 你看不出來有什麼平衡的變化改變 還是跟原來一樣 因為它同時改變正反應速率跟逆反應速率 而且改變的幅度是一樣 OK嗎 好 這邊的重點就叫做 勒沙特勒原理 了解我家的口訣叫做 取有餘補不足 有老師說叫水網 低速流 隨便你 就幫忙記住 你就要曉得 我給你的題目 我改變溫度 我改變壓力 我改變壓力 我改變濃度 請問你 反應會朝左還是朝右 正反應增加還是逆反應會 會增加 顏色會從什麼顏色變成什麼顏色 它會變深還是會變淺 再說一次 之前剛才所看到的所有方程式都要會背 所有離子的顏色全部都要會背 全部都要會背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OK嗎 OK 很好 好嗎 好嗎